第248章顿了腰鞭 虽然这些人在龙虚界域分属不同的宗门 但由于都是小玲珑世界出去的 所以也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小团体 其中一位白虚老者感慨说道 小玲珑世界的妖兽一族受到妖神宗指使 涂露了主世界的所有人族还有其他生灵 主世界数万年间冒出来的天才寥寥无几 只有云梦世界等几个次元世界倒是冒出了几个天才 不过对于我们所在的几大神宗而言 简直是杯水车星黑袍强者笑笑道 龙虚界域辽阔无边 其中又有无数小世界 可以招揽无数天才后辈 我们倒也不必太过启人忧天 纵然妖神宗意识时大 我们几大神宗若是能够通力合作 他们未必能占得便宜 话是如此没错 白虚老者叹息了一声 却是没有再说话了 不知道名誉掌控者更中意哪一位呢 那个绝美妇人笑着看向黑袍强者道 这个黑袍强者 就是掌控名誉的名誉掌控者 所有人都以为名誉的背后 只有名誉掌控者一位巅峰强者 事实上却是不然 名誉掌控者只是负责出面罢了 名誉的后面 加上名誉掌控者 可是有着七位超级强者 这七位各族的强者 不断地招揽各族的天才 然后引荐到与神宗等各大神宗 听到绝美妇人的询问 萧宇也不禁看向了身边的名誉掌控者 她很期待名誉掌控者的答案 名誉掌控者略微沉吟了片刻道 是那个叫聂礼的少年吧 那个绝美妇人略过一丝诧异的神色道 那个叫聂礼的少年 虽然对名文了解颇深 但论天赋 恐怕不如那个白衣青年 那白衣青年天赋相当了得 据我猜测 恐怕拥有传说中的无上之体 其余五位强者也都有点不解 确实在他们看来 那个白衣青年是最好的选择 若是名誉掌控者不要 那个天才 可就要偏有我们天一神宗啊 绝美妇人妩媚地笑了一下说道 名誉掌控者声音平稳 不带有任何一丝情绪 说道 未必一定要选择天赋最好的 我觉得那个少年还算不错 虽然不知道名誉掌控者 为什么会选那个少年 但是他们却没有怀疑 名誉掌控者的眼光 白发老者看了一眼绝美妇人 笑道 接下来轮到天鹰神宗选 灵运准备选那个白衣青年吗 若是我不选他 诸位能让我先选两人吗 这个叫灵运的绝美少妇 名嘴一笑道 眼眸顾盼生姿 哦 天鹰神宗也不选那个白衣青年 其余几人看向灵运 显得有几分诧异 他们还以为灵运必然会选择 那个白衣青年呢 毕竟那个白衣青年天赋最强啊 我都一大把年纪了 选个英俊青年做弟子 我担心会有人说闲话 我觉得那个少年身边的两个小丫头 挺不错 不如把那两个小丫头让给我 如何 灵运笑页如花说道 有两个女弟子 偶尔也能说点提及的话 灵运真是会打算啊 一个换两个 不亏啊白发老者笑道 不过灵运既然有此意 我们也不太好拒绝了 看来那个白衣青年 就要归我们命运神宗了 我要那个黑龙血脉的 黑炎塔中 聂里等人并不知道的是 他们所有的举动都被人看到了 那些人早已将他们这群人瓜分完毕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灵妖兽在烈焰的炙口之下 已经渐渐有点忍耐不住了 他开始破口大骂 小杂碎们 有种跟老子前一架 看老子不撕了你们 狗娘养的 不敢跟老子正面前一架 只会玩鹰的 天灵妖兽不停地咒骂住各种脏话 没见过像你嘴这么臭的神兽 肚子郁闷地道 他真要收服这只满嘴脏话的天灵妖兽吗 这只天灵妖兽 真不知道是怎么长大的 跟哪个人类学了这么多的脏话 不过聂离才不管这些 先把这只天灵妖兽收服了再说 毕竟天灵妖兽 在其他地方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天灵妖兽连续骂了半个多时辰 终于口前蛇躁的狂吐舌头 那恐怖的黑炎不断地灼烧住 像是要把它烧熟了一般 虽然 它拥有非常强大的肉身 但是这塔里的黑炎 也不是什么普通的火焰 我们继续修炼吧 等会就能看到一只被烤熟的天灵妖兽了 聂离显得非常淡定 天灵妖兽终于忍受不住那恐怖的灼烧了 终于有点服软了 说道 小子 我们重新商量一下条件怎么样 你先把你的一部分鲜血 交给我们再说 聂离淡淡地瞥了一眼天灵妖兽 否则免谈天灵妖兽恼火地怒哼了一声道 让我把妖血给你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真被黑炎烧死了 那你们也休想得到我的妖灵 我死前一定会把妖灵爆掉 欢迎之至啊 聂离怂怂奸道 没有你的妖灵也就算了 你杀了那么多我们人族 今天杀了你也算是替天行道 虽然得不到妖灵有点可惜 但我听说天灵妖兽身上的所有东西都是宝啊 妖灵 腰掌 腰须 还有腰边什么的 听说天灵妖兽的腰边真是大补啊 听到聂离的话 叶紫云笑宁儿不禁面红耳赤 暗暗催了一口 聂离真是太下流了 旁边的陆飘眼睛一亮 急忙挪到聂离身边说道 那腰边真的大补吗 怎么吃的 清炖 红烧 一旁的萧雪瞟了一眼陆飘道 有腰边的话 确实可以给陆飘补一补 听到萧雪的话 聂离 杜泽等人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陆飘 全都憋着笑意 陆飘呆愣了一下 随即想明白了什么 顿时脸胀红了一片 道 你们不要误会 我绝对没那方面的问题 这腰边 我还是不吃了 你们吃吧 听到聂离等人话 天灵妖兽感觉当下凉嗖嗖的 不禁夹紧了后腿 破口大骂 你们这群卑鄙无耻的小人 气死老子了 老子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陆飘微微眯住眼睛 看住天灵妖兽道 可以啊 你可以在死之前 先把腰边跟妖灵一起自爆掉 听到陆飘的话 众人不禁笑了起来 陆飘这一招真的太狠了 天灵妖兽脸都黑了 他怎么碰到了这么一群流氓 想到自己死了 腰边都要被人给顿了 那种心情 岂只是郁闷可以形容 像他这样的神兽 居然落到这部田地 奈何他未成年 奈何他被锁在这里 否则的话 他又怎会被聂离等人 搞得如此狼狈 想当年 他屠落了无数的强者 好多次神迹的强者 也被他干掉 只要杀够百万 他就能以杀气淬炼内丹 一举踏入天命境界 奈何被一个流氓疯癫的老头 一顿暴打 锁在了这座黑炎塔中 然后就是永无天日 被黑炎灼烧 如今就连聂离这帮子小鬼 也开始欺负到他的头上来了 真的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 一想到自己死后腰边被盾的凄惨场景 天灵妖兽最终服软了 低声下气的道 我服输了 我们重新商量一下条件 没什么好商量的 先把你的妖穴奉上 否则没得谈 路飘嚣张地指着天灵妖兽道 好 我可以把妖穴给你们 但是你们得先把这明文法阵 撤掉天灵妖兽 气喘吁吁的道 可以 聂离撤掉了明文法阵 然后凝视天灵妖兽 天灵妖兽眼珠子转了一下 问道 你们准备用什么呈放 就用这个吧 聂离从空间戒指里面 拿出一个盆 扔了过去 天灵妖兽知道 聂离随时都有可能 继续催动明文法阵 他想了一下之后 在左前足撕咬了一口 然后一滴一滴的妖穴 流淌进了这个盆子里 妖穴在这里 你们要如何布置灵魂法应 天灵妖兽有点试探地问道 我得再用妖穴 在你的身上布置灵魂法应 聂离道 既然要在我的身上布置灵魂法应 那你过来不就好了 天灵妖兽心中狂喜 却是不动声色的道 我当然会过去 不过你先把那盆妖穴踢过来 天灵妖兽的妖穴可是好东西 当你肉身虚化 就没那么多妖穴了 我们先多收集几盆再说 聂离说道 他又怎会不知道 天灵妖兽打的什么主意 无非是想要等他过去 然后挟持住他 这可不行 我们的妖穴是非常珍贵的 你们怎么能这样 天灵妖兽愤愤不平地说道 他有点搞不明白 聂离打的什么主意 所以不敢把妖穴交出来 路飘瞪了一下眼睛 哼了一声道 赶紧把妖穴踢过来 否则的话 你妖穴不想要了 天灵妖兽郁闷不已 他最最讨厌有人 拿他的妖穴威胁他了 扫了一眼聂离等人 最终天灵妖兽只能服软 一脚将那盆 盛放了妖穴的盆子 踢了出去 这盆妖穴 平稳地落到了 聂离等人和天灵妖兽之间 距离天灵妖兽 三米多的地方 天灵妖兽 抬头看了一眼 聂离等人 道 不小心踢得轻了 我已经够不到那地方了 你们自己来拿吧 第249章灵魂法印 聂离抬头看了一眼天灵妖兽 眼睛微微细眯了起来 这天灵妖兽狡猾奸诈 以天灵妖兽对力量的控制 断然不会出现这么小的失误 天灵妖兽不过是想要 引他们上钩罢了 这点事情还不简单 陆飘抽出一条皮鞭 朝着那盆妖穴卷去 想要把那盆妖穴给卷过来 就在这时 突然之间霹雳啪啦一声暴鸣 那条皮鞭顿时碎得四分五裂 天灵妖兽嘴角流露出 一丝不可察觉的冷笑 却是装作无辜地道 这附近方圆三米之内 被布置了所预阵 我也不清楚状况 在这方圆五米的范围之内 所有的一切都由他来掌控 他又岂会那么轻易地 让聂离等人拿到腰穴 聂离 天灵妖兽是故意地 与焰在聂离的耳边提醒说道 我知道聂离点了点头 他又怎会不知道 天灵妖兽的这点小伎俩 聂离看住前方的天灵妖兽 微微一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只能自己拿了 聂离缓缓地朝着 天灵妖兽所在的方向走去 聂离小心一点 叶紫云和孝宁儿 都忍不住提醒说道 靠近天灵妖兽 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 放心吧 聂离心里有数的 杜泽在一旁笑了笑道 他对聂离实在太了解了 聂离怎么可能会被这样一个小伎俩算计 聂离缓缓地走过去 距离天灵妖兽七米 六米 眼看着聂离即将进入自己的掌控区域了 天灵妖兽心中有一种难以按捺的狂喜 但是片刻后 聂离却是恰好停在了五米外的地方 并没有再往前迈出一步 抬头看住天灵妖兽 天灵妖兽的瞳孔微微收缩 聂离此举的意图非常明显 是在告诉他别耍什么花样 聂离早已把他所有的心思都看穿了 天灵妖兽暗自冷哼了一声 就算你看穿了又能如何 我不信你能拿到我的那盆妖血 就在这时 只见聂离的身体迅速地变化成一只虎牙熊猫的样子 然后对住天灵妖兽张嘴吐出一道光暗元气暴 一黑一白两道光球 朝着天灵妖兽飞去 哼 终于忍不住要动手 想要抢抢我的腰穴吗 不过那又能如何 天灵妖兽冷哼了一声 张嘴喷出一道雷电 朝着光暗元气暴轰去 就算被困在这里 它的实力也不是普通刺神能够抵挡的 轰 雷电轰击在了聂离的光暗元气暴上 但是光暗元气暴瞬间爆裂开来 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横扫而出 在光暗元气暴炸开的一刹那 聂离扔出了一颗龙爆弹 然后身体迅速地融合了隐妖妖灵 纵身朝着那盆妖穴冲去 想抢我的妖穴 门都没有 既然进来了 就别想走了 天灵妖兽冷哼了一声 张嘴喷出倒倒雷电光球 看到这一幕 叶紫云等人的心都不禁掉了起来 纷纷施展竖法 一倒倒冰临 锋刃朝着天灵妖兽卷去 想要拖住天灵妖兽 砰砰砰 这些攻击落到天灵妖兽的身上 就跟挠痒痒一般 完全没有对天灵妖兽 造成任何的伤害 天灵妖兽的肉身实在太强大了 好 天灵妖兽疯狂地怒吼 张嘴狂喷雷电 却见这时 一道龙爆弹飞来 落在了天灵妖兽的嘴里 轰得一声爆鸣 龙爆弹爆炸开来 不过天灵妖兽肉身强悍 仅仅被龙爆弹的攻击击退了几步 聂离快如闪电一般 右手一捞 抓起那盆妖穴 将那盆妖穴朝住后面的 杜泽等人扔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天灵妖兽愤怒的狂吼 无数道密集的雷电 朝着聂离落脚的地方轰下 虽然聂离把妖穴给扔了出去 但是聂离自己 休想逃脱 眼看着密集无比的雷电 就要落在聂离的身上 聂离简直能够感觉到 那股力量 像是要将身体撕碎一般的力量 轰轰轰 肆虐的雷电横扫 形成了恐怖的雷爆 将聂离的身影吞没 哼哼 那小子肯定中招了 天灵妖兽感觉到 在那种情况下 聂离根本就不可能逃脱 看到聂离被雷爆吞没 众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半空中 这恐怖的雷爆 根本不是目前的聂离能够抵挡的 天灵妖兽并没有准备 把聂离一举击杀 这雷爆仅仅只是把人击云而已 在前面这群人中 聂离明显是领头的那一个 只要控制了聂离 不愁其他人不会乖乖就反 雷爆疯狂的涌动 最终平息了下来 但是天灵妖兽定睛看去 那片地面上却是空空如也 怎么会这样 天灵妖兽狂怒地扬起前蹄 重重地踩了下去 砰砰砰 阵阵雷爆气息狂轰滥炸 他想要搜寻聂离的位置 却发现完全无法感应到聂离的存在 片刻之后 聂离的身影缓缓地出现在了 七米开外的地方 刚才在天灵妖兽攻击他的时候 聂离施展了虚化战技 进入了虚化状态 所以天灵妖兽并没有攻击到他 你究竟是怎么逃脱的 天灵妖兽看住聂离 心里充满了不甘 这你就不必知道了 聂离淡淡一笑道 隐妖妖灵属于特殊妖灵 极其罕见 很多战技都是不为人知的 这只天灵妖兽虽然活了很久 但对于妖灵的事情 看来知道的并不是特别多 至少不知道隐110 聂离 这盆妖穴我们到手了 准备怎么办 陆飘捧住那盆妖穴 看向聂离问道 给我把聂离微微一笑道 从陆飘的手中 接过那盆妖穴 然后在地上刻画起了一道道明文 神秘的明文布满地面 看到这些明文 那只天灵妖兽 暴躁地来回走动 看中聂离道 你不会食言吧 莫非聂离拿到妖穴之后 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还要杀他 我们当然不会像你那样食言而肥 这个用你的妖穴布置的明文法阵 可以把你困住 免得你暗算我们 我们会用你的妖穴 将灵魂法印 书写在你和杜泽的身上 从今往后 你就会肉身虚化 然后跟杜泽的灵魂海融合 不过你也别想暗算杜泽 你身上的灵魂法印 必须要由杜泽主动解除 你才能重获自由 你以后就老老实实地守护他吧 聂离道 为了杜泽的安全 聂离不得不做一些保险措施 那万一他死于非命呢 天灵妖兽脾气暴躁地说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现在的情况 就是这样聂离怂怂间 天灵妖兽那个郁闷啊 可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他又能怎样 只能老老实实认命了 聂离给的条件 还算优厚了 毕竟人类的生命并不长 等杜泽死了 应该会给他重获自由吧 毕竟人死如灯灭 只要不得罪杜泽 杜泽没道理死了 还不放自己 那好 我们说定了 我尽心保护他就是 但如果他真的受缘将近 一定要放我 天灵妖兽想了一下道 被困在这里 一旦成年 就会被人宰了 吃掉内丹 相比之下 低下头颅 跟随一个人类百年 倒也不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杜泽傲然站在那里 认真地说道 我杜泽向来说话算话 只要你跟随我五十年 到时候不管我如何 我都会放了你 好 天灵妖兽健壮 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相比之下 他觉得杜泽比聂离 要好对付得多 他看得出来 杜泽应该是一个 比较老实的人 看到天灵妖兽低头 聂离终于可以放心了 杜泽融合了天灵妖兽 未来的成就 必定能够达到 非常惊人的层次 哪怕只有五十年 对杜泽来说 也完全足够了 毕竟杜泽修炼的 是聂离教给他的 超级功法天灵绝 在小玲珑世界 传奇境界之内 绝大部分的情况 聂离都是可以掌控的 但是如果前往龙虚界域 那里的情况 要比小玲珑世界 要凶险得多 哪怕修炼到天命境界 拥有很多道命魂 也很容易丧命 到了那时候 聂离可能就照顾不到 杜泽他们了 聂离希望能尽可能地 帮杜泽等人提升实力 以应对未来 可能会遭遇的凶险 聂离的敌人 可是全是滔天的圣地 面对那样的敌人 聂离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必须从一开始布局 完善对付圣地的计划 这一世的聂离 不能再走前世的老路了 前世他虽然实力惊人 但是终归只是 孤家寡人一个 这一世 他要让身边的这些朋友们 都成长起来 地面的明纹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形成了一道道明纹锁链 锁住了天灵妖兽 令天灵妖兽无法动弹 聂离这才走到天灵妖兽的身边 用天灵妖兽的腰穴 在天灵妖兽身上 不断地画下 道道灵魂反应 聂离站起一点腰穴 然后点在了肚子的额头上 只见肚子的额头上 突然光芒大放 天灵妖兽身上的腰穴 也是光芒大放 遍布了全身 他的肉身慢慢地虚化 渐渐从实体慢慢变得半透明 然后变得透明 最后嗖的一声 化作一道流光 射进了肚子的额头 肚子的眼眸中 瞬间绽放了两道神光 神光之中 蕴含着种种雷电和火焰的意境 有一种射人的威视 完成了聂离微微一笑道 肚子收服了天灵妖兽 实力绝对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第250章对峙 身边的同伴实力每提升几分 未来如果前往龙须界域的话 就会多几分保命的本钱 我们走吧 再往上走一层试一试 聂离想了一下道 其他那些人 应该多前往黑炎塔更高层啊 他们也可以上去看看 叶紫云 向尼尔等人在黑炎塔三层的时候 还是非常轻松的 唯一感觉到有点压力的 就是路飘 消雪了 不过路飘和消雪都还能坚持 估计还能再往上一层 众人一起顺着楼梯继续向上走着 此时 九重死地第九层 当看到聂离收服天灵妖兽 令天灵妖兽融合进了肚子的体内 成为了肚子的妖灵 名誉掌控者 灵蕴等众多强者 都流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名誉掌控者的眼力果然不凡 他所使用的名文 好像是某种秘传的灵魂法应 应该只有龙须界域才有 就连我们这个层次都接触不到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获得的灵魂的双眸 流露出了好奇的神色 不知道聂离这小子的身上 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 其余几位强者也是暗自嘀咕 聂离的天赋虽然不如那位白衣青年 但是展现出来的手段 却是非常惊人 还是要恭喜天魂兄 旁边那少年融合了天灵妖兽 天灵妖兽必定会慢慢改造他的血脉 令他成为绝世天才 明玉掌控者看了一眼旁边一个身穿灰衣的中年 微笑说道 旁边那个叫天魂的强者自然是心花怒放 虽然黑眼塔中的天灵妖兽还未成年 无法形成内单 但是融合进了杜泽的体内 绝对可以令杜泽成为一个绝世天才 之前他并不是多么看好杜泽 但是现在 杜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便有点不太一样了 哈哈 托福托福 天魂拱了拱手 哈哈一笑道 在龙须界域 师徒是一体的 一旦有人欺失灭祖 便会被各大神宗列为叛徒 追杀致死 一旦师徒确立关系 就会非常稳定 如果未来徒弟光芒万丈 那师父也会跟住沾光 在其所在的神宗里面 获得极高的地位 所以这些超级强者们才会争抢弟子 虽然他们在小玲珑世界里面 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但在龙须界域 他们在各大神宗中的地位 却并不显和 不知道这少年 还能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 名誉掌控者 看住前方潭水中聂离的背影 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黑炎之塔四层 来到这一层的 目前只有十多个人 之前争夺激烈的苍鸣 木叶 花火三人都在 不过之前那个脸色苍白的白衣青年 却没有在这一层 莫非那个白衣青年 已经前往黑炎之塔五层了 聂离等人上来的时候 苍鸣的目光刚刚从回转向上的楼梯上收了回来 他的眼眸中还有着深深的不甘之色 这次名誉掌控者选途 他是奔着第一来的 可是他眼睁睁地看着 有一个人上了黑炎塔五层 他无数次想要上去 但是都在那灼热的黑炎之下退了回来 也就是说 他的灵魂任性远远比不过对方 就在他无奈放弃的时候 聂离等人恰好上来 他皱了一下眉头 黑炎之塔第五层他上不去 来到第四层的人越多 就显得他越平庸 花火 木叶睁开眼睛 看了聂离等人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他们也无法进入黑炎之塔五层了 这黑炎之塔四层的所有人 都是同一个层次的竞争对手 而且 对方居然来了这么多 令他们住时有点震惊 这伙人到底什么来头 以前怎么完全没见过 来到黑炎之塔四层之后 鹿飘 萧雪 魏南等人已经有点坚持不住了 杜泽 叶紫云 孝宁儿四人 都还稍有余力的样子 但也没有前往更高层的能力了 只剩下聂离 羽燕和段剑三人 还算比较轻松的样子 整个黑炎之塔四层充斥着炽热的黑炎 令鹿飘等人全身像是要沸腾燃烧了一般 你们先留在这一层吧 我和羽燕姐姐一起上黑炎之塔第五层看看聂离 看向杜泽等人道 看了一眼断剑 断剑 你先留在四层 保护他们 是断剑弓声应道 聂离抬头看了一眼回转向上的楼梯 黑炎之塔五层还有更高的地方 会不会还隐藏着某些其他的东西 聂离 你小心一点 众人纷纷关心地说道 我明白聂离点了点头 朝着黑炎之塔五层走去 看到聂离的举动 远处的苍鸣哼了一声 黑炎之塔五层又岂是那么容易上得了的 之前他顺住回转楼梯向上走的时候 每上去一层台阶 就感觉扑面而来的黑炎之力就强了数成 他走到第六格台阶的时候就退了回来 其余人等都尝试过 但都没有超过苍鸣的 聂离迈步踏上了第一格台阶 瞬间就感觉到了一股炽热的热浪扑面而来 他抬头看去 看来黑炎之塔第五层并不是那么容易能上的 在聂离准备前往黑炎之塔第五层的时候 黑炎之塔四层的所有人 几乎都将目光投射了过来 他们都想看看 聂离能达到什么程度 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聂离能够进入黑炎之塔第五层 到目前为止 就只有那个妖孽般的白衣青年能够做到 其他人都差得太远了 在众人的注视下 聂离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台阶 第二格 第三格 每上去一格 聂离都感觉到了可怕的压力扑面而来 黑炎滚滚 不知道那个白衣青年究竟是怎么上去的 那个人的灵魂任性 有那么强 聂离并不知道的是 妖主不断的灵速 每一天都经历灵魂灼烧之痛 灵魂的韧性早已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再加上这一时妖主的肉身是无上之体 这黑炎对妖主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了 聂离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既然有人能够踏入黑炎之塔五层 那他也不能逊色才行 当看到聂离一格一格地往上走 苍鸣等人都目不转睛地等住 聂离走上第五格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非常吃惊了 没想到聂离还在继续往上 第六格 第七格 苍鸣的眼眸中流露出了深深不甘的神色 居然有两个人 灵魂任性都远远地超过了他 一直以来 他都被人奉为名城的第一天才 但是他想不明白 这两个人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令他的内心不由地有了一种深深的挫败 木叶和花火二人 也都流露出了些许好奇之色 聂离和那的白衣青年 都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天才 天赋居然这般惊人 聂离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 一边不断地淬炼自身的心境 每一步都彷復进入了一种玄奥的意境当中 不断地汲取黑炎之力 至于宇燕女神 对于宇燕女神来说 进入这黑炎之塔实在太开心了 她本身修炼的 就是火之法则的力量 周围的黑炎之力 就像是被吸入了一个无底的漩涡一般 只要有足够的火之法则的力量 宇燕女神的神体就能不断地增强 宇燕姐姐 你可知道这座黑炎之塔 是谁遗落在这里的 聂离看向宇燕女神问道 她对于这黑炎之塔 还有诸多的不解之处 宇燕女神心绪悠悦 说道 说起来 这黑炎之塔的历史 比九冲死地还要更往前一点 极其远古的时候 有两位强者领悟了传说中的无极奥义 他们为了争夺某些东西 发生了一场大战 那场大战 就连灵神们也是望而窃步 不敢参与 这两个爵士强者 就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般 后来又突然地消失 据说是一死一伤 这座黑炎之塔 就是他们流落下来的宝物 这件宝物落下 整片平原都变成了一片烈焰之地 无极奥义 聂离皱了一下眉头 莫非那两个强者 都是空明大帝的弟子 为了争夺空明大帝的传承 这座黑炎之塔 无人能够撬动 后来有一些灵神 把他利用了起来 这才令他成为了一个试炼之地 与燕女神说道 至于天灵妖兽 究竟是谁所在这里的 我就不知道了聂离点了点头 心中了然了 能够拥有灵神们都敬畏的实力 空明大帝的传承者 实力果然非同一般 空明大帝的传承者 总共有五个 如果已经死了一个 是不是就只剩下四个了 不过也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是 虽然死了一个 但也意味着 另外一个变得更加强大了 因为空明大帝的 五个传承者互相杀戮 如果击杀掉其他传承者 就会得到对方身上的 无极傲益 聂离脑子里灵光一闪 想起了黑玉世界 那个疯癫老头 那个疯癫老头 很有可能便是传承者之一 对方时不时在古碑附近逛荡 屡次三番念出那句真言 恐怕很可能已经察觉到 自己也是传承者之一了 至于对方为什么没有杀自己 聂离想到了一种可能 自己现在对无极傲益的领悟层次 还太低了 根本没有击杀夺取的价值 就像是天灵妖兽 幼年期的天灵妖兽 根本没有击杀的价值 等成年了 形成了内丹 那就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了 想到这里 聂离不经后背汗精精的 原来自己不知不觉间 已经迈入了一个局中了 现在的我对你来说 还没有价值 不过 以后你恐怕会后悔的 聂离的眼眸中 掠过一道深邃的光芒 看来她要尽快前往龙须界域 提升自身的实力了 非烟之塔第五层 当聂离踏上第五层的时候 目光落在了第五层中央 盘坐修炼中的白衣青年身上 那个白衣青年 庞扶也感觉到了什么 漠然睁开了眼睛 跟聂离双目对视 两人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除了躲在聂离衣袖中的 羽燕女神 这黑炎之塔第五层 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第251章试探 聂离可以感觉到 对方身上那恐怖诡异的气息 一种澎湃汹涌的力量扑面而来 比之前更加的强大 应该是来到黑炎之塔第五层之后 对方的修为进展更快了 就在聂离准备盘坐下来修炼的时候 那个白衣青年陡然间暴起 无数道黑色的锁链 从四面八方轰向了聂离 一言不发 便开始动手嘛 感觉到锁链轰落下来 聂离迅速地纵身飞略 轰轰轰 但凡是聂离落脚的地方 瞬间就被锁链狂轰烂炸 一道道黑炎之力不停地爆炼 这黑炎之塔本身极其坚固 铁链轰击在上面之后 顿时火星四溅 聂离不断地纵身飞略 躲避那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身体还在空中 便开始不停地变化 化作一只虎牙熊猫的样子 张嘴不断地喷射出光暗元气爆 轰轰轰 整个黑炎之塔五层 都被狂暴的力量席卷 没想到我们竟然会在这里见面 那妖艺青年冷然地笑道 手上的攻击却是没有停止 我也有点意外啊 妖主聂离冷哼了一声 盯着对面的妖主说道 你果然已经猜到我是谁了 妖主说着 双手迅速地结印 她的身体迅速地变化成 高达五六米的八臂巨腰 挥起巨拳 朝着聂离所在的方向轰去 全境中带着雄魂的黑玉法则之力 要是连这点都猜不到 那岂不是那蠢笨了 聂离看到妖主融合的妖灵 心中陡然一惊 没想到妖主融合的 居然是极其稀有的八臂黑玉魔怪 这种生物只在黑玉世界里面出现 实力强盛且极其神秘 有很多可怕的战绩 就算是聂离 对其也是知之甚少 聂离可以感觉到 妖主对于黑玉法则之力 已经领悟到了极其惊人的层次 距离灵神也只有一不知差了 轰轰轰 黑玉法则之力的气静 不断地连爆 突然间在聂离的深周爆开 那恐怖的冲击力 狠狠地轰击在了聂离的背上 将聂离炸飞了出去 聂离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整个五脏六腑 像是要被炸穿了一般 纵身飞落到了墙面上 仰天狂吼 光暗两种法则之力迅速地凝聚 形成了一黑一白两个巨大的光球 十倍光暗元气暴 嗖嗖 一黑一白两个光球交错飞舞柱 朝着妖主的八臂魔怪轰去 随着两个光球撞击在一起 一声恐怖的爆炸声响了起来 那恐怖的威力瞬间将妖主吞没 就连聂离也陷入了光暗元气暴 那可怕的威力当中 十倍光暗元气暴 就连刺神级的强者都能击杀 死了吗 聂离双手隔在胸前 抵挡着席卷而来的冲击力 抬头看去 他不清楚妖主到底死了没有 毕竟他对妖主的力量层次 摸得不是很透彻 光暗元气暴那恐怖的威力 还没有平息下去 体型巨大的八臂魔怪 突然出现在了聂离的身侧 那移动的速度之快 令聂离根本来不及反应 那只八臂魔怪 其中两只手抓住了聂离的右脚 狠狠地朝地面砸去 轰轰轰 八臂魔怪的力量无穷无尽 不停拎起聂离狂砸地面 这股恐怖的力量简直是无法阻挡的 聂离五脏六腑像是要被震碎了一般 聂离的身体迅速地缩小 变回了人类的样子 扑扑两声 背后长出了一黑一百两道羽翼 双臂也由死亡法则凝聚起了巨大的白骨护手 可挡住八臂魔怪的攻击 砰砰砰 两个身影化作道道残影 在这不大的黑炎之塔 五层空间里不断地交手 那恐怖的冲击波不断地肆虐住 如果不是黑炎之塔足够坚固 换作是普通的塔 恐怕早就被这狂暴的力量给拆了 我承认 你的天赋确实非常惊人 而且居然领悟了三种法则之力 但是跟我的无上肢体比起来 你还差得太多了 你注定不是我的对手 妖主怒吓了一声 变化成八臂魔怪的塔 全身变成了新红色 力量更是上升了一个层次 聂离感觉到了恐怖的压力 这妖主绝对是她有史以来 遇到的最强大的一个对手 光凭她目前的实力 还不是妖主的对手 万魂所欲 妖主怒吼了一声 挥起重拳 朝住聂离轰去 只见拳头上 似乎有无数道冤魂在哀嚎 那恐怖的压力 一层层地镇压而下 庞扶能将一切都碾压成粉末一般 聂离心中威灵 这股力量太强大了 她立即催动死亡法则之力 在身前凝聚起了道道骨墙 轰轰轰 骨墙一层层地被轰破 聂离试图找到妖主身上的破绽 但是妖主的实力太强盛了 对于力量的掌控 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根本不是聂离能够辟敌的 感觉到聂离有点不敌 一直藏匿旁观的羽燕女神 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一挥手 在聂离的身前凝聚起了道道火墙 除此之外 无数道火之锁链 就像是条条巨蛇一般 朝住妖主卷去 妖主的万魂所欲 轰破了聂离的道道骨墙 轰击在了羽燕女神的火墙上 身形这才稍稍一缓 感觉到周围无数道火蛇 朝自己卷了过来 妖主挥起八只巨壁 朝那些火蛇抓去 喷喷喷 这些火蛇直接被捏爆 你的帮手终于肯现身了 妖主后退了几步之后 嘴角流露出冷冷的笑意 聂离抹了一下嘴角的血迹 虽然聂离还有保命的手段 不至于被妖主干掉 但是站下去 聂离一点胜算都没有 妖主的实力太强大了 而且聂离感觉到 妖主的体内还潜伏着 非常强大的魔性的力量 这股力量若是激发出来 将是非常恐怖的 羽燕女神飞在空中 冷冷地凝视着前方的妖主 随时准备拼尽全力一战 不过羽燕女神的心理 也不禁有了几分凝重 因为就连她自己 也不敢确定是否能够战胜妖主 妖主的身体不断地缩小 变回了本尊的样子 看了一眼聂离道 跟你这一战 至少可以确定了 你并不是一个灵速强者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 达到现在的修为 还有见识 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些兴趣 今天我也并不记住杀你 看看未来 你能够达到什么层次 从一开始 妖主就没打算击杀聂离 只是试探聂离的实力罢了 你杀不杀得了我 还是一个问题吧 聂离眉毛微微一条 毫不示弱的道 虽然她目前的实力 还只是传奇境界 但是也掌握了无数的秘法 那些秘法可以将自身的潜力 激发到极致 还是有那么一些 跟妖主对抗的本钱的 只是聂离目前还摸不清楚 妖主到底还藏了多少底牌 自己也没必要在这个时候搏命 哦 你倒是蛮自信的 妖主微微细眯住眼睛 在聂离的身上掠过 说实话 虽然交手下来 聂离的实力确实比她要逊色一些 但是她感觉出来 聂离还是暗藏了很多手段的 这也是她放弃击杀聂离的原因 她的修炼还处在最关键的时间点上 没必要为了一些不必要的人 多费手脚 妖主扫了一眼空中的雨燕女神 如果她猜得没错 这个肉身很小的女人 应该是一个重塑神体的灵神 实力也是无法估量 先去了龙须介玉再说 妖主暗自想到 黑炎之塔五层 这里的情况僵持了下来 聂离和妖主各自修炼 彼此之间虽然有着一丝敌意 但是双方暂时都没有动手 这种情况下 想要领悟无我之境的难度恐怕更大 此时 九重死地九层 名誉掌控者等人正闲撩住 这两个人天赋都是非同一般 融合的妖灵也是非常强大 看样子很难分得出高下 天魂笑了笑道 我觉得恐怕不是 应该是那个白衣青年实力更强一些 不过另外一个实力也不弱就是了 淋浴微微凝眉 她看得出来 聂离二人都有所保留 萧宇在一旁听着 从发现聂离开始 她就觉得聂离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她觉得聂离和妖主继续站下去 还真是很难分出结果 她很小的时候便跟随父亲在与神宗修炼 还是第一次 对小玲珑世界的某个人 产生了好奇 没想到余燕也出现了 灵运笑笑道 余燕不过是最低等的灵神 应该还不知道龙须介玉 把天魂瞎了一口茶 淡淡说道 他们七个人当中 除了名誉掌控者 其他人哪怕是灵神之战的时候 也从未出现过 估计余燕这些灵神 甚至都不知道他们这六个人的存在 余燕虽然是最低等的灵神 但是在灵神之战的时候 这么多强者的攻击 却无法泯灭她的灵魂 最后只能阵于黑泉之下 是妖兽一族最不放心的人族灵神之一 我的想法 要不要让余燕也跟祝静离神宗看看 名誉掌控者想了一下道 这件事情你做主便好了 其余人淡淡一笑说道 就在这时 名誉掌控者忽然感觉到了什么 灰黑的眼眸中 骤然闪过一道金光 我们名誉世界 来了一位客人 我去会议会他 名誉掌控者说道 身体化作一道黑烟迅速的消失 客人 萧宇看了一眼父亲消失的方向 他有点疑惑 父亲口中所说的那个客人 究竟是谁呢 他看了一眼其余六位强者 这六位强者脸上都流露出一丝冷然的神情 莫非是 第252章竹笼 九重死地第八层 一道阴云笼罩了过来 层层压力令人有一种窒息之感 令虚空中的金甲石神 都不禁后退了几分 紧接住 一股神秘的力量朝着黑炎之塔延伸了进去 这股力量充满了恐怖的杀气 就在这股力量延伸向黑炎之塔的时候 一道无形的力量轰击在了上面 轰 恐怖的爆炸声 响彻了整个九重死地八层 竹笼 既然都来了 怎么不来打个招呼 名誉掌控者凭空出现 凝望着前方 在那阴云之中 一个英俊的男子缓缓地现出身形 他凌空而立 身上绽放着淡淡的白色 白色光芒 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点红竹一般 名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那个被名誉掌控者称作竹笼的男子 神清冰冷地犹如万古不化的寒冰 眉宇犹如包客一般 而是怕伤了和气 我知道你背后站着与神宗 龙须介于凌城大战 妖神宗大败与神宗 你也应该知道轻重 在小玲珑世界是否还要跟我们妖族继续站下去 外面打得在热闹 关我们鸟事 这里是小玲珑世界 我们可不管妖神宗有多强大 反正妖神宗的人也进不来 至少在名誉世界这一亩三分地上 还是我说了算 九重死地很早就归我名誉管辖了 妖族和人族在主世界打得在热闹 都跟我无关 但是到了名誉世界 就算你们妖族再强大 也得老老实实地遵守名誉世界的规矩 名誉掌控者不懈地瞥了一眼 竹龙说道 竹龙看住名誉掌控者 冷哼了一声 若是我不遵守呢 那就只能赶你出去了名誉掌控者的脸颊 隐藏在黑色斗篷之下 看不出悲喜 整个名誉世界的 无尽的法则之力 犹如风暴一般涌动着 给人一种窒息的压力 名誉掌控者在名誉世界经营了数十万年 这里明知法则的浓郁 是其他地方的几时 甚至是几百倍 在这里名誉掌控者是绝对的主宰 哈哈哈哈 竹龙狂笑了起来 明 你果然还是跟当年一样狂傲 不过如今今非昔比了 若是你还执迷不悟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只要你交出 躲在名誉世界的语言 我可以不再追究 否则的话 竹龙 在我名誉世界也敢口出狂言 究竟是谁更狂妄呢 名誉掌控者冷冷地凝视着竹龙 双方的法则之力 已经开始互相较量 整个九重死地八层 被两股可怕的法则之力充满 法则之力对轰产生的爆炸 席卷了整个名誉掌控者 你的修为比上次交手的时候 提升了不少啊 竹龙嘴角流露出一丝冷笑 他的身周 无尽的玄冰法则之力 幻化无数道冰龙 怒吼注朝住名誉掌控者轰去 你也是名誉掌控者的身周 明知法则之力 化作千万道黑色长矛 朝住竹龙轰去 轰轰轰 整个九重死地八层 到处都是天崩地裂 一片毁灭的景象 地面到处被可怕的爆炸席卷 有一些九重死地八层的妖物 甚至完全来不及躲避 就被恐怖的爆炸所吞噬 整个九重死地八层 只有黑岩之塔 还玩整地屹立在那里 负责镇守黑岩之塔的 那位金甲士神 在两位巅峰强者 一出现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气息 压得喘不过气了 在爆炸席卷的时候 整个人都被炸飞了出去 全身金甲碎裂 浑身上下密密麻麻都是伤口 不管是竹龙还是明玉掌控者 都站立在虚空之中 一动不动 他们之间仅仅只是 催动法则之力对抗 玄冰法则之力 令整个世界都覆盖上了 一层厚厚的冰霜 瞬间将整个九重死地八层 变成了一片冰的世界 寒冰之力不断地压向明玉掌控者 明玉掌控者 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明之法则之力聚集在一起 只占据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空间 竹龙实力提升的速度 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如今的他 居然已经不是竹龙的对手了 忽然想到了什么 明玉掌控者凝视竹龙 沉声道 你已经凝出七连了 不错 明 若是你愿意臣服于我 这小玲珑世界 便是你我二人的天下 但是你若还是做无谓的抵抗 那我就不得不除掉你了 竹龙冷然地说道 你凝出七连 这小玲珑世界当中 确实无人能够敌得过你了 但是你要掌控小玲珑世界 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明玉掌控者冷哼了一声 哈哈 难道你还能翻出什么浪来不成 竹龙猖狂地大笑 他突然感觉到了另外两股气息 脸色微微一变 注视明玉掌控者 你们不是一个人 那是自然 明玉掌控者淡淡地说道 好吧 我承认我低估你了 既然你们不止一人 那这一次 我还是奈何不了你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交出语言 我们联手 就能彻底地掌控小玲珑世界 这里所有的资源 都会归我们所有 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 等我收服了其他各族的灵神 你们这群人 又能逃到哪去 竹龙 你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纵然你的修为 在小玲珑世界当中 无人能敌 但你以为 就凭你能够掌控 小玲珑世界吗 我明玉世界 自有自保的手段 其他的两大兄弟 又怎会没有 还深渊世界 容颜世界 等各族强者 你以为真能驾驭得住 就连人族的云梦世界 你至今无法攻入 还妄谈掌控 整个小玲珑世界 明玉掌控者摇了摇头 笑道 我懒得与你争斗 反正对我们来说 没什么好处 只要你不踏入 明玉世界 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 如果你进来 那我明玉 也并不是没人 竹龙深深地 看了一眼明玉掌控者 看来这次 无法把雨燕带回去了 她冷哼了一声 雨燕那女人 就暂时留在你这里 不过迟早有一天 我会把她抓回去的 说完之后 竹龙的身体 渐渐消敏无踪 感觉到竹龙的气息消失 明玉掌控者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之前法则之力对抗的时候 她便受了伤 你没事吧 灵运出现在了 明玉掌控者的身边 明玉掌控者摇了摇头道 竹龙的实力越来越强了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 拼尽全力将她击杀 她凝出了七连 恐怕就算我们六个人联手 也未必对付得了她 她不知道我们的深浅 担心我们还隐藏了底牌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否则的话 恐怕是不会罢休的 没想到她的实力 已经这么强了 这小玲珑世界之中 恐怕已经没有人 能够治得了她了 天魂也出现在了 明玉掌控者的身边 其余四人并没有跟来 竹龙说不定会去而复返 他们暂时 还是不要曝露 更多的实力为好 之前与神宗和妖神宗的大战 我死了三次 否则的话 还不至于被她如此压制 明玉掌控者沉生说道 我们得尽快恢复实力 否则的话 小玲珑世界恐怕要被她掌控了 三个身影 消失在了辽阔的天空之中 飞檐之塔五层 对峙中的两个人 似乎都无法进入无我的状态 毕竟无我的状态 是很容易被攻击的 妖主站了起来 看了一眼聂黎和雨燕 此时聂黎也睁开了眼睛 明示前方的妖主 警惕住 随时准备迎击 妖主淡淡地撇了一眼聂黎道 你是否也要跟我一起 前往黑檐之塔六层 妖主的身上 透着一股冷肃的杀意 聂黎怂怂肩道 我会去的 妖主平静地站了起来 朝住黑檐之塔六层走去 回转的楼梯不断地盘旋 聂黎可以感觉到 妖主走得极其艰难 那恐怖的黑檐之力 不断地灌入妖主的体内 不过她还是一步一步 笃定地朝回转的楼梯上走去 当心被考熟了 就在妖主往上走的时候 聂黎突然出声说道 妖主脚步顿了一下 回头冷冷地看了聂黎一眼 满是杀气 然后继续往上走 我好心提醒 却被当成驴肝肺 这个人真无趣 聂黎继续闭目盘坐 领悟新静了 妖主去了黑檐之塔六层 她终于可以安心地修炼 渐渐地 心神飘飘渺渺 进入了一个玄之右玄的境界 灵魂慢慢地虚化 宛如腾云驾雾一般 隐约间 聂黎旁腐看到了虚空中 悬浮着一颗蛋 这颗蛋布满了裂纹 旁腐有一种深邃的力量 要将人吸引进去 聂黎旁腐感觉到 这颗蛋中 隐藏着某种极其可怕强大的生物 一种深邃神秘的力量波动 缓缓地扩散开来 一种血腥和杀戮的力量 扑面而来 前世聂黎也算是见多识广 她明白此时自己感觉到的 是蛋中这只生物血脉中 隐藏的力量 她的祖先经历了无数的杀戮 那种杀戮的气息 便遗留给了她 这种杀戮的气息 连聂黎都感觉到畏惧 她不知道 如果自己把那煤蛋孵化出来 将会是何等可怕的生物 第253章金蛋 聂黎将心神和意念收了回来 这次修炼结束 聂黎就准备想办法 将那枚神秘的蛋直接毁掉 因为从这血腥杀戮的气息感觉出来 这煤蛋是极度危险的存在 就在聂黎冒出这样的想法时 只听咯嘣一声 这煤蛋的蛋壳战裂开来 聂黎豁然地睁开眼睛 赶紧把那枚神秘的蛋拿了出来 只见蛋壳已经迅速地战裂开来 一股恐怖的力量波动 向四周横扫了出去 已经来不及了吗 聂黎皱了一下眉头 羽燕女神也是目光凝重地 落在聂黎手上这枚蛋上 蛋壳碎裂 那股恐怖的力量波动平息了下去 一个金黄色圆圆的脑袋 从里面冒了出来 紧接住 咕咚一声 一个球状的东西 从里面滚落了下来 身上还残留着一些黏糊糊的液体 聂黎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只生物 这东西落在地上 微微颤颤地站了起来 他通体金黄 大腹翩翩 一摇一摆就像一只鸭子 背上长住一对很小的翅膀 硕大的眼珠子瞪得滚圆 咕噜咕噜这小东西 一摇一摆地走到聂黎的身边 用圆圆的脑袋蹭了蹭聂黎 然后圆滚滚的眼珠子 一脸无辜地看住聂黎 聂黎刚刚凝聚起了三种法则之力 准备将他彻底地击杀 但是看到这小家伙 那无害的眼神 顿时停了下来 这小东西 看起来不像是想象中那般危险 聂黎还感觉得到 自己的灵魂海 跟他有着那么些微的联系 在这枚神秘的蛋孵化的时候 雨燕女神也是被吓了一跳 因为那释放出来的力量 实在太强大了 但是看到这枚蛋里 居然孵化出了这么一只小家伙 雨燕女神也愣住了 聂黎 这是什么东西 雨燕女神不禁问道 聂黎感应了一下 他竟然完全感觉不到这只小家伙的身上 有任何一丝的力量波动 聂黎都有点怀疑了 刚才那蛋里孵化的 真的是他 那蛋没孵化的时候 就已经吸收了 聂黎不知道多少的法则之力 如今竟然没有一丝气息的波动 咕噜咕噜小家伙 哪声哪气地对住雨燕女神 叫唤了几声 雨燕女神那灵力的目光 终于慢慢变得柔软 道 这小家伙貌似也没什么威胁的样子 要不要留着他 聂黎的目光落在了小家伙的身上 之前孵化他的瞬间 聂黎确实感觉到了 那恐怖血腥的杀气 但是现在看出他 目呆呆 茫然无知的样子 聂黎又有点心软了 毕竟那血腥的杀气 仅仅只是来自于他的血脉 刚刚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他 是没有任何过错的 而且在聂黎看来 这并不是无法挽回的事情 只要聂黎从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开始 就用自己的力量改造他 渐渐扭转他血脉中那尸杀的力量 他长大之后 应该不会变得跟他的先祖一样吧 那就留着他把聂黎道 他已经在脑子里想好了一个改造的计划 咕噜咕噜小家伙明显没明白 聂黎和雨燕女神到底在讲些什么 呆愣呆愣的 看住小家伙那可爱的样子 雨燕女神飞落到了小家伙的身边 右手抚摸了一下小家伙圆圆的脑袋 道以后你就跟住我们了 要乖乖听我们的话 知道吗 小家伙似乎是听懂了一般 点了点脑袋 聂黎 你看这小东西好像听懂了我的话 雨燕女神有点意外地说道 却见小家伙张嘴突然咬住了雨燕女神身上的裙子 刺来一声 将雨燕女神身上的裙子撕舍下来很大的一块 雨燕女神的裙子是用法则之力凝聚而成的 一般人根本无法撕碎 但是对这只小家伙来说 就像是纸做的一般 猝不及防受到这样的袭击 雨燕女神下半身顿时光溜溜的 只剩下一条碎裂的粉色 那破损的地方 那浑圆丰润的臀部隐约可见 聂黎看到这一幕 不禁扑斥地笑了出来 雨燕女神平时都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居然被这只小家伙给撕了裙子 索性这里没有其他人 否则的话 雨燕女神都没脸见人了 雨燕女神的脸顿时黑了下来 纵身飞掠到聂黎的肩膀上 她迅速地凝聚起了一条新的裙子 这色鬼 还是把她给宰了吧 雨燕女神冷若冰霜 满寒杀气地道 聂黎低头看去 只见那小东西欢心雀悦的样子 把雨燕女神的裙子搅把搅把吞了下去 不禁笑了一下道 雨燕姐姐 她应该不是故意的了 她并不知道那是你的裙子 以为是法则之力 看来她是以吞噬力量为生的 雨燕女神哼了一声 虽然之前被聂黎看光了全身 那毕竟是神体刚刚凝聚 也怪不得别人 可是现在 她居然被撕了裙子 还被聂黎看到自己如此狼狈的样子 真是丢尽了脸 不过听到聂黎的话之后 雨燕女神的脸色稍稍平缓了一些 按聂黎说的 法则之力对于这小东西而言 就是食物 对这小东西来说 应该还不知道裙子是什么东西 小家伙 雨孩子的裙子是不能乱撕的 知道了没有 雨燕半蹲下来 用手指敲了敲这小家伙的脑袋 小家伙点了点头 像是知道了一般 圆滚滚的眼睛四处乱瞟住 落在了雨燕女神重新凝聚的裙子上 随即眼睛发亮 咕噜咕噜欢快地叫了起来 眼睛闪亮闪亮的 看到这一幕 雨燕女神也不禁加紧了修长的双腿 然后捂住裙子 脸色变了变 法则之力凝聚的裙子 一般情况下 就连很多强悍的兵器都无法攻破 按理说根本不用担心被撕碎的 可是在这小家伙 那锋利的牙齿之下 却如同无物一般 雨燕女神郁闷极了 聂黎贪了贪手道 这下我也没办法了 她现在完全听不懂人话 看来雨燕姐姐以后 你得换普通的裙子了 换普通的裙子 雨燕女神脸黑了下来 灵神之间的大战 普通的裙子怎么用 一次对战就损毁了 不如穿件普通裙子 再弄见法则之力的裙子 聂黎不禁笑了笑道 就在聂黎和雨燕女神说话的时候 那小东西圆滚滚的眼睛四处搜寻 像是在找吃的 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地响住 随即它像是反应过来了什么 突然张嘴猛吸 只见黑岩之塔五层的黑岩 疯狂地聚集着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那小东西的肚子原来是扁扁的 疯狂地红吸着整个黑岩之塔 五层的黑岩之力 然后肚子不停地鼓胀着 片刻之后 整个黑岩之塔五层的黑岩之力 竟是被吸得一干二净 那小东西瞬间变成了一个圆鼓鼓的球状 那短小的翅膀拍了拍肚子 打了一个宝格之后 它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绑足感 此刻的它完全走不动了 像支圆球一样滚来滚去 看到这一幕 不管是聂黎还是雨燕女神 都惊呆了 这可是整个黑岩之塔 五层的黑岩啊 居然被这小东西 一下子全都吞进肚子里了 聂黎也不禁头皮发麻 这小家伙实在太惊人了 简直是吞噬一切力量的怪物 一出生就已经这般恐怖了 以后还得了 聂黎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驾驭得住他 这只小家伙 咕噜咕噜地滚到聂黎的脚下 在聂黎的脚上蹭了蹭 显得乖巧极了 聂黎沉默了片刻 感觉到灵魂力上的一丝联系 便心软了 算了 还是继续他的改造计划吧 此时 九重死地第九层 七个强者面面相去 他们的眼眸中 都流露出了丝丝震惊之色 那小东西到底是什么妖兽 竟有这般强大的实力 居然吸钱了整个黑岩之塔 五层的黑岩 天魂的脸上流露出了 深深的震惊之色 茗玉掌控者 微微皱了一下眉头道 这只生物我们从未见过 不过恐怕不是妖兽 而是一只灵兽 灵兽 上古血脉 灵蕴等人都微微一惊 不过想了想 恐怕也就只有灵兽 才拥有这般能力吧 一般灵兽 一旦被人孵化 就会自动认主 跟主人之间心有灵犀 建立起牢固的灵魂联系 永不易主 那少年的运气还真好 居然孵化了一只灵兽 就连我们这些老家伙 连一只低等的灵兽 都弄不到呢 天魂羡慕地说道 就算在龙须界域 灵兽也是非常稀罕珍贵的 此时聂离缓缓地蹲了下来 他低头看住这只小家伙 事实上前世的时候 聂离在龙须界域 并不是没有拥有过灵兽 他知道灵兽是什么样的存在 一旦孵化了灵兽 跟灵兽之间 会建立牢不可破的灵魂联系 但是聂离孵化出这只小家伙之后 虽然隐隐约约 有那么一丝灵魂联系 却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 聂离感觉到 这只生物恐怕不是一只灵兽 那么简单 看到这小家伙 那一脸满足的样子 聂离也不禁有几分好笑 这小东西拥有非常高的灵质 今后就叫你精弹好了 聂离不禁失效 这家伙现在源的 跟一只弹没什么区别 而且通体金黄 这个名字倒是有几分贴切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